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接着聊乾隆王朝 这上回咱们讲了 山东整出来个清水教 闹得动静挺大 占了好几个县城 乾隆就派舒和德作为钦差 前往去平定 这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算是平定了 平定之后乾隆说这事没完 清水教的人为什么要造反 这个原因正要跟几世中李淑芳 拜扯清楚 怎么回事呢 这李淑芳前面不是说了吗 给皇上奏折 说这帮人为什么要造反呢 活不下去了 山东遭了灾了 地方的官员又瞒灾不报 导致这帮人没有生路了 只能被迫造反 所以咱们不能光剿贼 咱还得震灾 乾隆说舒和德 你不是就在前线吗 你给朕查清楚了 这造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 这查呀 也就是走个过场 为啥这么说呢 是不是因为在被逼造反 乾隆在前面的上狱里 早就给定了姓了 这上狱咱们前面上一集都念过了 乾隆说山东被灾之说 书不足信 说那边不下雨遭了旱灾了 不可能 真都看天气预报 这假的 再有 有人说是山东的官吏啊 在应该收的税额上面 又额外的加收 导致老百姓也是民不聊生 这个无论年岁封欠皆不应有 不管是封收还是欠收 都不可能 我大清盛世 哪有这样的官员 那你都这么说了 你说皇上上狱里都说了 这些都没有 你这一查 说都有 那不是打皇上脸吗 打的啪啪的 所以呀 这舒和德 很快就回奏了 说我们仔细的查了寿章等线 这收成啊都有个八九分 这就收成挺好了 而且呢 这个 这贼人啊 当时抢掠了各乡的米豆粮食 抢了不少 那大伙都是灾民 哪来这么多米豆粮食啊 是吧 还有呢 寿章县有个官吏叫杜安邦的 这位曾经被清水教人给掳走 现在我们把他救出来了 他也说 我们这儿没遭过灾 所以 所以 鸡民酿性之说 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灾民 这实属是荒唐 这个 陈打听啊 这帮人根本不是这么灾民 这个王伦啊 可能跟那个白莲邪教 还有关系 这白莲教的事 咱们后边也会聊到 这王伦可能是 白莲教的清水分教 前龙说 前龙说好 这事这不查清楚了吗 你们把所有的药犯都压解进京 朕要让军机大臣九卿科道 共同灾神 而且一定要让那个集市中理书方在旁边听审啊 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一审 各犯 并无共有因在启示者 没有一个人说 而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我才造反他 前龙说你看看 贼供本不足矩 朕本来以为啊 这帮贼人的供述 那不可信 是吧 他造反了吗 他肯定找各种理由啊 说我活不下去了 结果没有啊 人家敢做敢当 是不是 人家直说了 就是看朕不爽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这个 另外李书方还说什么 除了山东有灾 直立还有灾啊 这好多难民要进京 还有官员在卢沟桥那拦着不让 好 让侍郎高扑元首栋 带着李书方 你们前往梁乡 黄村东坝一带 好好看看到底有多少灾民 结果呢 去了发现 没有一个人 弃尸流民 没有一个乞讨的 这下 前龙说你看 查清楚了吧 李书方 这贼人自己都承认了造反 李书方反倒要为他们 涅瓷谢过 更不知其事和废场 敬爱致李书方 坦贼 惑众之罪 但是呢 前龙又说 李书方呢 他终究是个严官 严官是什么 可以封闻言士 不管有没有真凭实据 推测 就可以参合别人 参合的不准 也不担责任 那按说呢 朕不该处罢的 可是朕通过这件事啊 发现李书方这个人心疏不正 这样的人 岂能复居严路啊 还让他在严路上待着 那不是成为了世道人心之害吗 所以啊 前龙下旨 把李书方 你呀 别在几十钟岗位上呼害人了 把你降为礼部主事 哎 这事啊 这就算结束了 但是前龙心里边 一直怨恨着这个李书方 等到四年之后 这李书方这不到礼部了吗 礼部出了个圈 一致私的员外郎 空缺了 这时候呢 礼部就上奏 礼部管这官员升迁嘛 说哎 李书方这主事干的不错 咱们要不就提拔他 当这员外郎吧 前龙一听就不高兴 这谬望至极 失出情理之外 啊 这四年前 朕把李书方 没有砍他的头 只是降为主事 这就是宽宏大量了 这一属格外加恩 当时李书方心术不正 干的那事 哎 朕已经名降了御旨 中外共小 这永贵 你岂能不知道啊 永贵谁 礼部上述 你礼部都应该知道的 哎 前龙想起来 昨天永贵还跟朕说 想让这个李书方呢 当会试的副题调 这会试是什么 课举考试 全国一级的课举考试 你中了举之后 可以考这个 想让李书方干这个 朕当时呢 也没多想 觉得这本来就是 礼部的差事嘛 而且这是个临时的职位 会试结束了 就没了 朕就同意了 现在这么想明白了 啊 永贵昨天 那是用这个来试探朕 啊 建朕 哎 已经把李书方之前的 作恶多端都给忘了 哎 昨天同意了 今天他说 哎 让李书方当这个 园外郎 今天朕要是再同意了 再过两天 你是不是还要 升他作郎中啊 作郎中 这要是再同意了 再过一阵 你是不是还要 保送他当御使啊 哎 又把他整回 监察下去了 永贵 你为什么 对李书方的事 这么在意呢 你们私下是 必有勾结 这官员之间 结党 那是明代士大夫的恶习 此风绝不可掌 这明朝亡国 就往这身上了 啊 所以永贵 身负振恩 捉将他的所有职任 悉行隔退 并且拔去花灵 干嘛呢 让他自备路费 前往巫师办事 这巫师在哪啊 呃 今天新疆 在这个天山的南路 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边 哎 反正离着京城 那是相当的远 乾隆说啊 永贵你到了巫师之后 如果仍不痛改 千妃 实心认识 朕一定就让你在巫师 就地正法 另外呢 处置完永贵 乾隆还要跟文武百官 再解释解释 说这个大小陈公 但凡是犯了错 哎 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哎 你们放心啊 朕绝不会有意从严 也不会非法宽纵 朕处理任何事情 都是大功致政 哎 就比如说这个事 朕对李书方 对永贵 那没有任何成见 都是秉公办理 这个内外成功 你们都深深的 体会到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